我一夜所有人都在期待一档尚未播出的节目 乘风破浪的姐姐 到底有多热呢 但说只要你上周出破浪 就不可能没听说过 那火热的场面 只必选秀史上的奇迹灵舞超女 青年青春有你二 和创造影2020费劲拼杀 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了这么多玩意 太突然了 豆瓣节目讨论小组成员 短短几天之内也已经突破20W 足以聊的那叫一个热火朝天 和姐姐CP的安丽姐姐们古早视频的 平均每5分钟能有10个新帖子发布 这也真的是 让隔壁已经播出大半的青年有点尴尬呢 节目本身呢 是一档主打30家姐姐们唱条PK选秀出道的节目 30个已经出道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 超过10年这节目 争取5个成团位 光下面这一张节目嘉宾表 就不知道能让人引出多少场大戏 而知自家低调的姐姐 竟然要去参加这样充满火药味的节目 各家粉丝来不及做准备就纷纷下场 我瞅这海报做的 张张背后都是一句我们绝不能说 一时像万倩 王志这样岁月静好的女星 粉丝从前也都是不动声色的 拿成像有一天也要面对饭圈厮杀的场面 据说节目还设置了踢馆嘉宾 所以现在不少路人粉 都在积极呼吁各大30家女星来参赛 不过光是这首发阵容 咱就能有不少可以说到的 不挖不知道姐姐们不仅曾经拥有女团梦 实际也都是很能打地 姐姐们参加节目的优劣 就体现在作品上 黄灵 叮噹 玉可维都有不止一首代表作 也都是各大晚会的常客 转音歌及黄灵代表作 养和嗨歌 玉可维则是唱了不少配题 乐乐的同时插曲 时间出语 知否 谁都能跟着哼上两句 叮噹这些年没红起来 一直是我的一男平 他的我爱他 再不过真的都超级好听的哇 姐姐们可都是实打实发布专辑的人 而且职业歌手也不止这三位 其他姐姐中又很可能杀出个黑马 泽泽 Vocal这组的竞争会有多激烈 到时候节目播出 产出几个好听的舞台 是绝对没问题的 这里插播个冷知识 玉可维和叮噹是所有大陆女歌手中 YouTube播放量最高的Top1和Top2 本以为是美丽废物 没想到是全能Ace 这评价说的是黄胜一 发行过四张音乐专辑 2009年开过万人演唱会 连续两年登上央视春晚演唱歌曲 黄胜一粉色喊话也是莫名好笑 姐姐再不努力你就要回家做少奶奶了 另一位唱跳居家的姐姐阿朵 目前水花很小 但是她当真是可甜可欲可性感 可唱可跳可民谣 实力不拢小觑 古丹方面 大家完全不担心 孟佳和王菲菲从是女子偶像组合Mis A成员 出过道的 清晨 黄厉坤会跳舞 大家也不惊讶 两人都是科班出身 在这大节目都展现过自己的舞蹈实力 这转圈转的回头都晕了 姐姐们太强了 卡拉了一圈 发现还有位被忽视的舞蹈王者流云 她上小学时就被选进体校 学习艺术体操 后来又特召集了广州舞蹈学院上的舞蹈团 进行了为期四年的专业民族舞训练 毕业后还去了广东南方歌舞团当舞蹈演员 啊 我真是等不及要看姐姐们battle了 先说一句 这一趴咱就纯属闹着玩 几位的实力是有不共同的 只不过心得太虎 大家更想看他们用精准的毒蛇 和犀利的眼神大杀四方 前步九罗志祥被爆出轨 多人运动 照一几隔天就上传了一段 怒剪八爪鱼的内涵视频 腿多了容易踢 就该剪剪 完全没在care两个人 在星列电影每人有力的合作情谊 张姐脾气向来火爆 手上汪小飞 叫T王全安 刀卡原发甲 我以虎人在外 不要惹姐 惹了就是随时随地都能给你甩脸子 一位节目提笔的黄小明 顿时卑微了起来 连粉丝都朝她喊话 不要惹姐姐们 你会被撕碎的 只是躲过了张雨琴 可能也躲不过宁静的 自从花草二播出之后 房间一直流传着一门学派叫做花学 社交平台学派之一 一门研究综艺花儿与少年二的学问 研究者人称花学家 花儿与少年二中 比新嘉宾们搞小团体 互相紧对 勾心斗角 人设崩塌 引发网友热烈嘲讽 每个一段时间 节目就会被翻出来重新解读 号称是综艺4X界电风之作 而宁静因为提气爆性格值 一直是这场战争的C位 您在镜头前也是想说啥说啥 根本没在怕的 黄小平当明学遇上了宁静的花学 那绝对是会败下阵来的 前阵子许飞在王海舞台上 直接开丝上文节冷血虚伪 也是让人冒了一阵冷汗 这位节也是个不好惹的主啊 哈哈哈哈 这眼神 有4X那味道了 爬拉了这一大圈下来 更期待节目播出了 好看的舞台和戏剧化的综艺效果 这节目肯定都不缺 毕竟姐姐们哪怕在事多 也都是有真金白银硬和实力的 至于节目播出之后 到底是励志向还是4X向 咱就节目播出后再见分享吧 这么多位姐姐里面 挑一个C位你会选谁呢